欢迎来到交涉现场 Pastikphoto.hk的News 说完R1这部这么滑时代的旗舰机之后 它可以说是A93的敬敌 大家都买四万多元 所以我们退后一点 说一些容易入口的 但是都是大纳纳三万多元的 就是这部R5 其实Canon来说 5系列从来都不是费用 以前1系是记者用的 5系是Studio的摄影师用的 卖店是大像素 以往我们可以理解Sony的用家 就是A7R系列 如果快机就是A9系列 A93比较厉害还是R1比较厉害呢? 大家可以看上一集 至于这部R5 Mark II 我相信肯定是赢得Sony的A7R系列 因为R系列很久都没有更新了 是不是Acoley 是呀 但是我用得都挺开心的 快门又静一点 用得很好的 应该不会换这部机了 但是我的同事用开R5的用家 就必然会换这部机了 因为它部机都够了 想着换一部新机 那这部便是新机了 那又没什么改变的 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就很安心地换新机了 还有 看一看 三万零多元 应该是比美金价便宜的了 所以 应该是便宜了 这样买一部新机 那很好啊 起码它没有叫做什么 R4啊 它都是R5 Mark II啊 那部R3 Mark II 就改名了R1了嘛 所以它没有挂羊头卖狗肉 算不错的了 那这次和上一代有什么分别呢 重复上一集讲的内容 重复一次 其实这次部机的晶片 都是延续上一代同一样的晶片 无论你是R1还是R5 都是用同一块的Digit X晶片 而它加插的就是 Digit Accelerator温轮增压 令到它对焦功能和AI功能 可以更加快速 以往不用深度学习这个字眼 就可以灌明说自己 是用AI深度学习的科技 无论限大张照片 和Denoise都非常有效的 跟昨天讲的基本上都是差不多 那其实呢 这些东西是不是 可以靠Firmware Upgrade可以做到的呢 还是不是的 真的不行的 真的要加了个Wallon 增压 才可以给大家的呢 应该是的 因为我都很肯定 本身这粒晶片 是已经包含了一部机身的对焦功能 例如它的主体分析 或者它的对焦变形的功能 但是隔了太久了 那你又没有办法去重新研发一块新的晶片 那你将对焦系统那个功能抽出来 那原生那一块就继续做这个Image的运算 就不参与对焦方便 那你快点吧 那部机轻松了的 那相信加了这个Wallon 增压系统之后 整部机应该没那么容易发热的了 虽然它其他东西都没有变 有什么变了 快点告诉我 其实我有刻意放大它的屁股 因为这次它就拿了R5C的经验 散热系统始终是物理散热系统最好的 所以机身这次就给了一个FIN大家 你是可以在底部吹风进去 就在你那个机身的左手边 这个鸭线那个位置就出风 那无论你是原装的直到手柄 还是你自己手动去加一个吹风系统 你都可以将部机暗示降温的 它不是来自风扇的吗 是预备你自己吹风的吗 没有的 它纯粹给你一个入风口 当大家都觉得拍片的人就很厉害直到的时候 它就建议你 你拍片的嘛 你就要买一个有风扇的直到 就插进去这个机身那里 你就可以拍一些长一些的影片 那都给它量度 那都挺聪明的 而这个直到它就会分三个来卖 一个就是加电 一个就是加电加风扇 其实风扇也好 AI也好 这些好像和它本身在做相机的硬实力 和技术上都没什么关系的 就是这两样东西 别人都可以一下就加了下去的嘛 究竟有什么改进度呢 我也挺肯定就是作为一个摄影师 如果你要撑大张照片 或者你做Denoise的话呢 我们都会建议你在电脑上做会方便一些 因为你因应不同相片的内容 你会权衡你要画面的细致度高一些 或者皮肤你要柔和度高一些 你只是用一粒制来决定这些东西 会不会比较笼统一些呢 但是我这么说 因为我看其他YouTuber 因为如果你在原生那部机里面做 那它是不是在运算上会配合你的镜头啊 它有足够的数据去做 是不是会比你在自己的电脑做更加理想呢 如果是一个官方supportCanon RAW的话呢 你应该都有分它镜头的明日记录 就例如它的黑格补偿啊 但是现在讲的是一个Canon的AI 是不是用你其他什么像素蛋糕的AI 有一个方便的地方 你拔一张卡出来 抄到电脑里面 要时间的嘛 不是AirDrop那些嘛 那里就省了你的时间 那里省了时间 应该有一分钟的 够可以帮一张照片放大 奥连 你把照片插直 去了四倍之后 你又不用在一张卡里面抄出来的吗 你都要抄的 还有呢 撑大了之后呢 是在一张卡里面的 真的会增加炒卡的机会 真的会 我们经常都叫大家 在拍照的过程里面 千万不要在机身上摔一些照片的嘛 因为是包括了In和Out的动作同时间发生的嘛 那你自己本身在机身里面 process上照片的时候 突然间你要想拍照的话 中招机会率非常之高 那我们不要再摔下去了 我们去下一个点 不要先飞这么快啊 Joey 回上去先 是啦 这里也有的 这里不同的 上一步的 因为它不是一级的旗舰 所以呢 它只是有15张 RAW 或者JPEG 或者HIV的 P-Shoot而已 那15张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秒都没有 应该是再少过R1 是啊 那其他机是怎样呢 其他机现在讲的是一秒 那别人是多少账数呢 别人是4500万 应该都差不多的了 未去到平手的 输少少啦 我和Joey拍过小鳥的 有些鳥很小的那些 它真的跳得很快的 那三分一秒我们都可以捕捉到的了 那15张应该够的了 所以是够用的 好 还有都是对焦系统啦 再一次超越它们自己啦 即使今次是 沿用4500万 这么高像素的CMOS 都是这个Cross的Dual Pixel AF 即是横值的双像素的方式 来做自动对焦的 这么高像素对焦系统 依然都可以非常之精准 一样是认得三种球类的 跳舞也可以的 因为它有认识你的骨幹嘛 它出了一幅图 那幅图好似Sony那幅图 即是有几个火柴人 一个头啦 手臂是绿色啦 脚是蓝色啦 就认它的动作这样 由于这个是深度学习的AI啦 所以如果大家初初用的时候呢 我们都有看到一些片子 不是很合理的时候呢 不要紧要的 因为它在学习的 即是你今天用 不是很合理 下年用呢 是合理的啦 因为这个是AI 它会进步的 那如果那些公司机那样 那我们整排都是R1 这次又拿A 下次你拿B 接着下一次呢 就调转了 那大家在学习不同的师傅 那不就糟糕了 不会的 会更加聪明的 会更加聪明的 你做助手 你跟着不同的师傅 你是会习国家之大习 成为一代宗师的 咦 这样有办法啊 就是说如果你买Canon 你就不应该买一手机 你应该买二手机 甚至乎 去买造机 是的 或者是买一些真的好像AP那些 AP已经没用Canon了 就是一些大的传媒摄影师 放出来的旧机 那它的AI应该是最精准的 因为它什么相片都拍过 最好就不要买一些studio的 因为拍来拍去都是那些东西 所以学不到东西 其实真的没有其他新东西 真的把AI爆大和AI的Denoy 不是吧 没有的啦 还要那个对焦 负6.5级而已 我说不到啊 不是 因为呢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给了一条招 那个撑大和Denoy是OK的 其实 可不可以你按完 就是我现在就是拍大像素 你就一直拍的时候 那时候的file本身 Capture就已经大了 而不是拍完之后 才按制放大呢 要等一整分钟呢 那你会等一整分钟呢 一样都要 它不行啊 因为它的问题是它省钱 你记不记得 Sony是它是将 两个Beyonce的chipset放下去嘛 它这次依然都是那一粒 其实放两粒就没事的 这件事 无论在Sony和Nikon都试过啦 你Dualcore就更厉害了 它又不肯放 其实呢 真的很少见 连专业打手都骂的 好像是不是我们早前说 爆炸头的 撑都行的嘛 他这次怎么说啊 他这次 他直接一来就已经骂过R1 是不能叫做R1啦 R3 Mark II这个名字是他给的 是吗 就是英雄所谓的 是啊 是啊 哈哈哈 接着之后呢 他直接自己在官网里说 这次呢 它是美国帮来的嘛 这个爆炸头 那他们呢 就请了我们 去一家酒店的resource里拍的 因为外面的天气太热了 所以我们都是在室内拍的 他自己这么说 哈哈 没理由 直到手柄还没出啦 不是啊 他现在呢 听说应该cut budget 就是cut到他的 不然会这样 是啊 你想想 他以前防震都这样撑了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而且他之前都说过风扇的问题 说有风扇不行 那他现在这次有风扇他就插回 搞不定 有风扇 对呀 也是自己吹一下 哈哈哈 原装风扇加下去 不是大家一样 富士一早就出了 所以他抄了 都是 确定 也是神经 反而我覺得最不對勁的就是這麼多牌子的旗艦機的反螢幕 大家都已經進化了 由這個A7R5開始 其實這件事是Panasonic先走的 即使是Ardeculate的反螢幕方法 同一時間都可以在你的正面拉出來 因為它把那個反螢幕都放在一塊Plate上面 即使你用傳統的Canon反螢方式也好 或者用Nikkon的說攝影師才在中族的反螢幕也好 兩邊都要了 但是這次Canon既然都做厚了機身 它都不放這件東西下去 我覺得這件事是說不過 因為其實很多攝影師都喜歡兩種反螢幕都包含這個設計 但是兩個牌子都把這件事放在旗艦級上 但是它竟然不放下去 可能還在牙膏上 我們這樣相信會開心一些 我們期待R1的第二代 不懂得說 其實都蠻灰的 都蠻灰的 還有沒有中粉覺得我們說得太偏頗了? 歡迎留言 我是中粉來的 我真的很喜歡它的對焦 當年它真的對得好過Sony的 家豪 你知道有個朋友說我對焦不了Sony的機 現在就是因為另一天我就用Canon了 這樣就對焦了很多 都是R5來的嘛 現在R5來的 它用舊的Sony機說對焦不了 那不行的 那你牌子都可以這樣說的 我現在在拆開了 我拿Z5是輸了很多的 真的是OK的 那Canon贏了就好了 Z5贏了 輸了被R 好爹 大家都是不是這樣比較合理 我嚇仇啊 大哥 嚇到 如果我打Canon弓 我真的會 真的怎麼辦啊 大哥 連官方最包裝得冠冕堂皇的 都幫不了他 你無論說 我知道他做了什麼了 原來就是因為他 而令到你做不到comparison 他知道今天個個都洗橫手 所以就不讓你compare 不讓你比較啊 如果你們跟我們交涉一樣 對Canon有一點失望 又在想轉會的話 那你千萬不要貿貿然去買一部其他牌子的機 然後回家才慢慢試 這樣呢 是很不理智的 我們購物之前呢 最緊要就是摸個上手 試了 雖然聽交涉那條影片說呢 嘩 這部機子很厲害 但是你都一定要自己親身試一試 說的就是這一部Z63 他那個連拍呢 首先就可以連續四秒去拍攝的 P-Shoot呢 是足足有一秒那麼多的 並不是說說有多少張的 那另外呢 他那個防震呢 是有八級那麼多的 是贏了Canon的旗艦級機種的 那 還有呢 就是只要你把那條件放進電腦 按一個按鈕呢 同樣都可以呢 等一分鐘呢 放到大和調到Noise 那最後呢 這一部機呢 雖然說得這麼棒呢 他都只不過呢 是Nikon的中階機來的 那大家呢 不妨呢 就去參與這個活動啦 這個活動呢 就厲害了 就是天場聯合Nikon主辦的 Z63相機體業獨日 在接下來這個星期一 7月21號呢 那下午3點至4點半呢 就本身就已經可以去到這個 葵沖這個 Studio Meta 裡面 那本身裡面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場景啦 還有大會是提供模特兒給大家拍照的 那完全免費 只不過是先到先得先報名啦 那麻煩呢 大家就要登入這個網址 這個HGDP下面的一個Beatsly的URL啦 那去到這個Nikon的官方網站裡面呢 就可以打上你自己的聯絡方式 就可以正式登記的啦 那人數呢 就有限的 那暫時我們交涉可以拿到的位置呢 就是20個 所以大家就盡快報名啦 剛才是否說漏了它有-10EV的對焦啊 是啊 都是贏了的啦 贏旗艦機啊 中級機贏旗艦機啊 價錢是不用一半啦 這個話題是否有了 也不想含個手 這間的那一段 已經算了 這間的那一段 這間的那一段 我都在說 感谢观看